阿批军装警察疑似走向声音来源 光复香港口号被警告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 香港人在言论寒冬坚实呐喊 美国国务院周三公布向国会提交的 香港自治法案第一份报告 甄别10名被制裁的中共及港府高官身份 财政部更新10人包括身份号码地址等资料 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表示 共产党的历史一贯迫害本国人民最基本权利 川普总统指示 努力维护每个中国人民尽可能多的自由 这十人包括香港特首林真月娥 律政司长郑若华 保安局长李家超 警务处长邓炳强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 中共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中共港澳办政部主任夏宝龙张晓明 中共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郑彦雄 港区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等人 国务院声明指出 中国共产党系统性废除了北京向香港人和世界承诺的自治 国安法削弱了民主体制 人权司法独立和个人自由 美国谴责中共和香港当局 包括在香港设立中共安全机构 大规模逮捕和平示威者 因为政治动机推迟9月的立法会选举 并且逮捕和拘留 试图离开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 蓬佩奥提到 每个国家要求的是 维护中国公民的基本自由 美方将努力建立联盟 国务院也正式警告国际金融机构 不要与这些人有业务往来 国务院将在60天内提交第二份报告 列出持续为这10人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名单 并施加二级制裁 制裁方式有10项 包括禁止银行所有交易 外汇管制 以及制裁银行高层人员 新唐利亚太电视 李静张东旭整理报道